私 她 ector說 Hello 大家好 我是Mayo 大家好 那大家我是Maya 今天來到台南了 去台南 我其實我自己超級喜歡台南 然後我自己也會常常來台南玩 但是因為每次都會去 網路上看到的比較有名的地方 或是觀光景點 所以我這一次很想要去問 台南當地人哪裡好吃 真的很期待 但是我發現 台南 很舒服 還要4月 但我真的覺得很享受 很享受 那麼 出發 辛苦 真舒服啊 台南有一種 生活 慢半步的感覺 慢慢步 慢 慢 慢 步調很慢 我想要講的是步調很慢 所以來到台南有一種 泛松 那感覺呢 來 姐姐走錯路了 我不暫停 來到了台南的市中心 穩定器 我覺得在台灣 做什麼造型都會變得很塌 我今天早上很早起床 然後噴爆我的定型液 結果台南的風一吹過來就沒了 我就喜歡這種感覺 你看我新買的洋裝 非常適合台南 七年前來台南到現在 變得很乾淨 漂亮 然後我剛剛看到火車站 也是有在蓋新的東西 所以台南有在進步喔 難怪那麼多日本人 喜歡來台南玩 入境的部分 好開心喔 這是有一種 大家一起出來玩的感覺 台南的巷子 巷子是甚麼 結構很細小的道路 進入了 好像有冰淇淋店 或者寺寺店 很像台南的 風景 好了 巷子 你看小小的巷子裡面 搞不好也有 好久 當地人才會吃到的好吃的喔 你看那個PIKO餐的 PIKO餐的巷子 PIKO餐的巷子長 巷子長 超熱的 超熱的 還有甚麼 還有甚麼 我不會了 台南 文學館 在裡面 文學館 文學館 裡面 台湾的 文學館 文學館 裡面 完全沒有説明 但 很像 資料 那 有很多 畫面 有很多 那 建物很漂亮 東京 駕駛 那好像 東京 秋戰 是不是同一個人設計的啊 這天萬 琴碧江江 阿齊齊 以萬龍川陸玉米 玉米 昆哉都來潭不離 支流干葉 上群 彈彈的火車一接一接 一接一接 吞吞吞 只吃三 真啊 剉剉 剉盤 沒辦法啦 沒辦法 這個真的太難了 這邊的那個包裝都很清澈 你看這個太陽明明 而且這個一定是日本人會買的 Tapioca Milk Tea Cake 但我 覺得正常的鳳梨是比較好吃的 個人的意見 我覺得我要買這個給我自己 這個很可愛 這是有五層樓 然後聽說是在台南第一個有電梯的地方 所以當時開幕的時候 很多人為了搭電梯而來排隊 很厲害 我坐在台南中 那是在台南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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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排隊 也不是在台南下 我看見 全是在台南下 在台南下 那是我們 蟹茶店的感覺 我想玩這個 放鬼臉 十分 所以他叫我們放鬼臉 天氣很熱 然後又到了下午茶的時間 所以我需要一杯咖啡 剛好找到了一個很漂亮的咖啡巾 去一下吧 我剛剛真的是缺了一杯咖啡 喝完咖啡就復活了 好喝 可以再水果味一點 但是蠻清爽的 喜歡 完全不一樣啊 這樣子自己畫得超可愛的耶 好像我沒有自己畫過 這個是真人吧 我真的很想要去當釣像人 釣像人 然後在西門町這樣 在這種小小巷子啊 就覺得很舒服 很復古的感覺 就是回到什麼 超級無敵之前的年代的感覺 很多 這是之前的東西 的店嗎 我不知道它是賣的還是收產的 哈囉哈囉 你好 你們這些東西都有在賣喔 有 好酷喔 這是幾年代的啊 這是幾年代的啊 對齁 我現在18歲 偷偷騙人 就是我覺得台湾很特別的地方 就是桌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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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看到廟 然後我就稍微提供一下 很多就是 當地人嘛 就會很尊重那邊的廟 所以我覺得這個文化超讚 這個大豬公 我有一個小知識 你知道大豬公不是豬肉嗎 它是鱈魚片 但是那個年代呢 因為豬肉很貴很珍貴 所以呢 就是 那個它的象徵是豬 然後 然後把 對片自己 然後把它就是變成是紅色的 比較像是豬肉這樣子 但其實那是鱈魚片 哇 我是知識人耶 哈哈哈哈 那是鱈魚片嗎 麻油 OK 那你從日本到哪裡 歐斯卡 歐斯卡 我剛才去歐斯卡 真的嗎 你喜歡嗎 真的嗎 真的嗎 但是你很羨慕 每個人都去看櫈子 Sakura CGC VDC Sakura 哇我好久沒有講英文 有一點小 突然 但是我在大學的時候 是每一天都在講的 只是我最近都沒在講 所以有點退步了 有點小緊張耶 你看上面燈籠 超美的 它好像上面都是寫猜 答題 一口咬掉牛尾巴 猜一個字 一口咬掉牛尾巴 猜一個字 留言 猜米答題 推薦你一間 那個蛋餅 蛋餅 哪裡 那個是麵糊的 麵糊 在那個民族路這邊 平大哥在水煎工市場 有牛肉湯很好吃 牛肉湯 必須 然後還有碗粿 花粿 還有 還有鴨肉麵跟那些都很好吃 鴨肉麵 鴨肉 鴨肉麵 好 棉花湯早餐 棉花湯早餐 好 收到 妳怎麼都不跟我講話 我說我要吃那個 棉花湯早餐妳都 妳都不理我 太誇張了這個人 長得那麼可愛 但是個性很差 妳在演什麼 我還不知道 我趕快離開 早安 台南的水煎工市場 我好像第一次來耶 因為我來台南都是晚到晚餐 台南の朝一にやってきました 通っただけだけど なんかすごい野菜とかお肉とか売ってて 新鮮な感じです 楽しい 普段は沢山買いたい けど目的は朝ご飯を食べに行くことです めちゃくちゃ昔のゲーム機みたいのがあります 就是 昨天のスライスオフ 然後這裡加 台南的蛋餅都很大 還是這樣才45塊 我有加15塊的乳酪絲 但是裡面還有高麗菜 我好像是第二次吃麵糊的蛋餅 這個蛋餅肯定是甜的 你看 它的顏色是 有甜味的感覺 對不對 其實我來台灣之後 才有這個吃早餐的習慣 不然我在大阪的時候 都是真的隨便吃 可能就是喝個水喝個咖啡 或是吃個一點點優格 而就出門了 比我想像中更軟更軟更鬆欸 然後它裡面的高麗菜的水分很多 所以我覺得有一種就是 怎麼講 它真的不像蛋餅 有一點點那種鬆餅的 軟軟的感覺 很好吃 超大 超大 二人で食べても良さそう これは ダンピンって言って でも ダンピンの あの ダンピンの皮 www ダンピンの外の モチっとした食感の皮 www すごい美味しいです なんかいつものダンピンとは違って すっごいモチモチしてる すっごいしっとりして 美味しいです おめでられた アンピンコーパー アンピンコーホに来ました ここは400年ぐらいの歴史があって 1630何年かに オランダの人によって建てられて その後に 日本統治自体に 日本人が再建して その後に また 色々あって 今アンピンコーホって 呼ばれてます だからすごい歴史のある 綺麗な建物で オランダ自体に 建てられた 一部とかも残ってるみたいです 行ってみましょう おめでとう 誰 誰 誰 我很努力的看那個 有這麼大的骨帖的話 會不會想會就把它吃完了 炮台嗎 我在アンピン古堡 有看到好幾個炮台 但是 真的有在用的話 其實滿可怕的耶 這麼大 但她說300公斤 可以這樣嗎 好累喔 OK 這裡是可以看到台南365度 是180 360 而且你看 它很貼心喔 它是會有這些地標 所以就是大概知道 哪一個位置有什麼東西 很可惜 它沒有日文 海也會有趣 自然也會有趣 文化也會有趣 有很多東西 天氣也有很多 太陽也有很多 台南最高了 台南市長 看見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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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是很瘋狂 看見大師 去到那邊 海也沒有消息 想念大師 來發善 這樹應該有2000歲喔 有吧 它就是看著人們成長 他看過河蘭人 看過日本人 看過成功 他會不會一直這樣子 緣分這樣子比 然後他就想說 欸我要爽了 還是這樣 沒有啦 很開心 我昨天在路邊就有看到你了 對 我看到原來的 就是你 路上看到 主命者免費的一個站鋪 兩個工作人員加我 30元 因為我們是 好命者 我們不是免費的 我要抽這一隻 53 52 53 這個吧 對 好的 酒飲 藏人安 典書 將應全 彈花 終結 時時 翔 路 四 選 天 喔 喔喔喔 這裡這裡 這個啦 願望 能被實現 喔 旅星 它是不是變成好的旅星 我現在就是在享受好的旅星啦 終於融化不見 漸漸的變好 我要哭了 會變變 越來越好的 中正方程 道 見 邪 空 惹 平 瓶 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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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超多人的 我每次都來這邊買蜜餞 我超級愛吃這個喔 檸檬妹 而且我記得這邊的老闆娘會講日文 上次 剛才講說我是日本人 她就介紹所有的香檳的日文 現在來拍攝 拍攝喔 好 謝謝 每次都生意超好的 我超愛這邊的 你們一起來的喔 真的對 我先幫你吃這個 我們吃把辣瓜 很棒的 謝謝 應該一個人只吃兩包 繼續留給你 我們這個也很棒 超棒 今天 sized我們的 對 拼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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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會 每次 我們 たج Audience 還有我喜歡的 這是檸檬梅 檸檬梅 檸檬梅 很美味 絕對卡路里高 但我喜歡 幸福之味 天氣這麼熱 明明就這麼熱 要進來喝牛肉湯 爽快 來台南就是一定要喝到牛肉湯 太棒 太脹 日系一點的 有什麼可以見的嗎 我看過日系一點的話 我推薦一些大玩家 大玩家 對 它就是在前面 喔 是賣什麼的嗎 它是賣日式咖哩 哇 咖哩飯耶 我超愛咖哩飯 好 我去看看 好 謝謝你 不會 你們是怎麼找到這一家的 馬路上很有名 馬路上很有名 今天第一次來 還是之前也有來過 你來過 第一次 然後 來過 點什麼 忘記 你忘記 哇 啊 太棒了 這個 完美 第一次在台灣看到這種 就是會這樣子 融化的那種蛋包飯 好期待喔 我們又點辣味 我覺得點了經典的味道 原味 來吧 來吧 三個酸味 這個酸味 其實它的 我吃一口飯 裡面的飯也是 很酸 真的很好吃 然後又 不會太鹹 但是滿有入味的 所以就是不會乾乾那個飯是 有混合和混合的感覺 超好吃 這個 咖啡餅廳 超懶惰的 就是有一種很懷念的感覺 好像是國小的時候吧 最後一次喝的 就是一模一樣的味道 重點是真的是 我問對人了 這個拍照起來一定是超好看的 嗯 就是這個味道 懷念的味道 幸福啊 到底是誰發明了可樂裡面 放一顆冰淇淋 天才 上 美好的 美好的 台南旅遊結束了 我們要回去台北了 這隻玩得真的很開心 雖然短短兩天的時間而已 但是 真的很開心 我最開心的是喜多 對 我先看完它那個 消靈工作的高音 如果台南有什麼其他推薦的話 可以告訴我嗎 然後如果喜歡這隻 旅遊影片的話 希望大家也可以告訴我 想要我去哪裡 哪一個限師玩 這樣子 那 再請大家 多多幫我 いいね コメント シェア そしてチャンネル登録 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では台北へ帰ります バイバイ